這個組能比較堅持的選擇 大家耐心 然後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太陽光電系統 然後大方就跳樓 什麼是太陽能發電 它是什麼東西這樣 因為這很 還蠻難的東西這樣 大家到底是不是可以吃 很多人一聽到太陽能的話就會想說 欸 太陽能熱水器 我家有裝 我家有裝 就一問就說 我家裝熱水器這樣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不是熱水器 是太陽能板的樣子 那太陽能熱水器呢 它是利用太陽的熱去加熱起到水量 那太陽能板這個東西是利用太陽的光能去發電 那熱水器呢 它可以節省的東西是瓦斯費或電費 那太陽能板 它可以節省的是頂多的空調費 那太陽能熱水器 如果夏天很熱 但是夏天很多洗冷水 多的熱沒有辦法賣起來 那太陽能板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就是它可以賣電 它可以賺20元 那太陽能熱水器 我常常都會說 現在買政府有補助 那我就說 那太陽能板現在裝的話 政府是也有補貼的 所以我都說它是個會賺錢的遮陽板 然後這個是太陽能熱水器 然後這個就是太陽能板 這樣就是一般家庭透氣部都可以裝 然後這個是在鳳山藝美術一個光電社區這樣 就是它的頂樓呢 裝太陽能板之後呢 底下還可以放茶機啊 糖液這樣子 可以增加頂樓的空間 那為什麼要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第一個就是環保 因為太陽能板再生能源 所以我們可以降低 其中是核電跟火力發電的地方這樣 然後它還可以降溫結的 它可以至少降低頂樓的溫度至少30度這樣 那當然可以增加空間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可以增加屋頂的空間 然後我們頂樓也不會當作儲藏室這樣 很熱就頂樓四樓就沒有再用這樣 你裝的話增加了頂樓跟屋頂的空間這樣 然後它還可以降水 就是我們裝那個板子之後 它可以減少就是屋頂接觸那個雨水的方式都很奇怪這樣子 那這個是重點這樣子 它可以賣定 就是台電可以保障20年單一費率這樣 然後跟你收購一度目前是8塊一度這樣子 而且就這個費率固定20年 然後超過20年的話它可以5年還可以一元這樣 你確定那個20年是可以相信的嗎 對可以相信的 然後某些英文一樣 然後所以它其實 它其實是一種同資管道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還蠻高報酬的資產可以利用 我們有算過20年的同資報酬率 可以高達10%以上這樣 所以其實可以當作我們有的那種俄語的教育基金這樣 然後所以 而且它其實還蠻容易管理的 因為這個設備就是設計可以使用二三十億 對 然後它的管理成本基本上就是你一定期去用水去把那個板上面Present沖掉 就這樣子 然後像如果像包租公的話 如果你這個月沒有租出去就沒有租金 然後它這個是只要太陽一出來 就可以開始微笑開始賺錢 然後 這個是中央政府它為了要推廣大家的最害的措施 它是在98年有通過一個再生人員發展條例 是規定強制收購的 所以台電是一定要強制收購再生人員 包包太陽很風的等等 那 去年上半年的度數是一度是賣9塊多 然後下半年只剩9.25 今年上半年是8.39 現在只剩8.39 就是 政府怕那個廠商賺太多 就是 它是為了要 那個 鼓勵廠商就是 去 降低成本 然後也是可以 推廣太陽 所以它的費率每年都在調降 所以如果年稍微適應一下 明年大概又只剩7塊多 所以 其實我想講的就是要裝要換 然後 這個就是說公費 這個就是中央的 經濟木能源局公布的經驗費率這樣 這個是上半年的費率 然後 我們現在已經是下半年了 所以就是這個費率 然後 如果瓦數越高的 就是它的補貼費率會越低 然後政府是先推廣屋頂 然後後來扣地面 所以 地面的 那個費率是比較低的這樣子 然後呢 除了中央的補助透析以外 地方政府也有一些 自己的加碼補助 比如說台南市的話 它每K瓦可以補助6千塊 然後 1K瓦是多大的 就是一般的透天柱的話 就是可能 平均可以裝個5K瓦 當然也有人 只有裝3K瓦 有的人 那個透天柱比較大 可以裝到10K瓦這樣子 那 那 高雄市呢 它也有補助措施 就是高雄市的 它在這種 板子 太陽能板 3公尺下的話 就是所謂的 它可以不用装 不用申請雜照的 它1K瓦是補助1萬 你查一下它要好 然後 如果是有要申請這個 建造或雜照的話 就是1萬3K瓦 1萬2K瓦這樣子 但是這個 時間 時間很趕 這個時間很趕 所以 要申請這個的話 就是要很快 那 除了這個以外 高雄市政府就覺得 欸 這樣也不夠 所以它今年就想一個 所謂的零出資方案 就是 就是 高雄銀行 就是說 如果你在60萬裡面 你可以百分之百貸款 不用抵押 不用房子 然後優惠率 2%多 這樣子 如果是其他縣市的話 呃 現在的貸款 比如說 不太適合 它的費率是4.08%這樣子 然後 點多到8成貸款 然後 所以如果我們 這個 住家裡點評估後 只要60萬以內 它可以全額貸款 你不用出半毛錢 然後 你只要裝這個系統 賣電給台電 的收益收入 有一部分 去還這個貸款 然後 還有剩的 就是你的余額累積這樣 所以 你沒有出半毛錢 你就可以 有一個收入這樣 所以這個 出資方案 其實還蠻不錯的 不過只有高雄市 然後呢 剛剛是覺得 這樣才不夠 所以它又掛寬一些法令 比如說 我剛剛說的是 三公尺是免雜燥 然後高雄市是4.5公尺以下 都免技術攻擊 這樣子 然後呢 還可以甚至說 所有面積 露台 天井 甚至外牆都可以裝 那 那 還有就是說 就是 可以 突出來大概兩公尺的話 就是 可以當烏烏 會遮的樣子 然後呢 不過前面這些就是像那個 那個 胡蘿蔔 所以之後它又拍了一些 自治條例是個棍子 這樣 以後就會強制新的建物 都會需要裝設太陽的 供電 或是 綠化設施 或是新建物是有一些 比較大的建築 有一些規定 這樣子 那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同樣一百萬 它如果放在定存 然後 包租工 或者那樣的賣店的話 定存 第一個月可以 大概收到一千一 也說 那個 一年的那種定存 然後包租工 一個月可以收五千塊 那樣的賣店 一個月就可以收到五千塊 然後呢 它的管理成本的話 它是沒有定存 那麼好 但是它的 水費其實也不多 那 二十年的現金 現金有的話 定存大概二十八萬 包租工大概一百八萬 那樣的賣店 一百萬的話 可以回收 兩倍多 就是 它可以拿到兩百一十萬 那 回收期的話也是 不用十年就可以回收 然後 我們賣店是保證二十年的 所以之後都是 十多年都是進賺 那 投資報酬率的話 這個就是定存的利率 一%多 然後包租工大概五%多 然後 那樣的賣店可以八到四% 然後這個八到四%是說 你是自有資金 全額自有資金 如果你是八成的貸款 可以 報酬率可以更高 全額貸款 就報酬率五千大 因為沒有出半額錢 然後呢 太陽能光電系統 到底有哪些東西 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有分什麼 單晶器啊 多晶器啊 就是大概是這個東西 然後 火某的話就是 我們那個計算機上 那個就是 也是太陽能板 可是它比較小 這就是火某 所以我們已經 都在使用太陽能板很久 然後 有一個叫做變流器 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我們要把太陽能的 直流電 轉換成焦的電 去賣個彈電 所以這個變流器 那還有基因支架結構 這個東西就是因為要用 二十年 所以就是 都會 有一些處理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就是照片 這樣子 這個是工廠場 就是利用這個 閒置屋頂 就要朝哪個樣子 可以 裝太陽能板 下面 下面在做工廠 上面也可以賣電賺錢 然後 這是一般家庭 就是 這個樣子 很快晚 所以如果你家屋頂 裝太陽能板的話 就是 就是大概 四個人 然後 這就是 我的目標就是 如果家屋頂 都會像日本 這樣的話 這個城市 就是多裝太陽能 就可以 利用再生 這樣子 那 因為時間到了 就是這樣 再講一下 就是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疑問 大家除了可以問我以外 可以 也可以參考這個 中央的這些網站 這樣子 就是經濟部能源局 陽光屋頂百萬座 還有剛才有 日光屋頂 轉換辦公室 還有臺南 有沒有電視 都可以去參考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